童年是一个充满纯真和快乐的时期 这段时期的经历对我们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在唤醒内在沉睡的灵性力量方面 当我们回忆起童年时的单纯时刻 无论是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 还是在大自然中自由玩耍的经历 这些纯粹而快乐的时光能够帮助我们 重新连接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和喜悦 回忆童年的时光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无忧无虑和对世界的纯真好奇 这种纯真和好奇心是我们内在灵性力量的根源之一 在童年 我们的心灵是开放的 对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期待 这些纯真的回忆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并唤醒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例如 许多人回忆起童年时在公园里玩耍 在河边钓鱼或是与朋友一起追逐的时光时 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怀旧感和内心的满足感 这种怀旧感能够让我们重新连接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并唤醒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些童年的经历不仅仅是快乐的回忆 它们还能够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中 找到内心平静和灵性力量的源泉 当我们感到压力或迷失时 可以通过回忆这些童年的时光来重新找到内在的平衡和力量 重拾童年的单纯和快乐 并将这种感觉带入日常生活中 是唤醒内在灵性力量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 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童年的单纯时刻教会我们如何以纯真的眼光看待世界 并从中汲取内在的力量和灵感 例如在童年 我们常常会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一切 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际关系 这种用心感受的能力在成年后常常被遗忘 然而这正是唤醒内在灵性力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我们重新学会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世界时 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美好和意义 这种深层次的体验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让我们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如何从日常的点滴中找到快乐和满足 这正是灵性成长的重要一环 童年的经历还教会我们如何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对待他人和自己 在童年 我们常常是无条件地接受和爱护自己和他人 这种无条件的爱和接受 是唤醒内在灵性力量的关键 在成年后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这种无条件的爱和接受 并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从而唤醒和激发内在的灵性力量 生活中的重大挑战常常是唤醒内在力量的催化剂 这些挑战包括失去亲人 经历重大疾病或职业上的重大变化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 我们被迫反思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这过程能够唤醒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当我们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时 常常会经历一段深刻的悲伤期 在这段期间 我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绝望 这一时内在的灵性力量常常被激发出来 帮助我们度过这段困难时光 这种经历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 并更深刻地理解到每一刻的珍贵 例如 一位失去亲人的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悲伤后 可能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 他们可能会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 从而更加珍惜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并决心活出更有意义的生活 这种转变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度过悲伤 还能够激发他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重大疾病也是唤醒内在力量的一个重要契机 当我们的身体面临巨大挑战时 我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在世界 并寻求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许多经历过重大疾病的人报告说 这段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并激发了他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例如一位癌症患者在经历了痛苦的治疗过程后 可能会发现自己对生命有了全新的理解 他们可能会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 并开始进行灵性的修行 如冥想和瑜伽 这些修行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这种转变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战胜疾病 还能够激发他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职业上的重大变化 如失业或转行 也常常是灵性觉醒的奇迹 在这些时刻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 这种内在的反思和成长过程 能够唤醒我们内在的力量 使我们更加坚定和有目标感 例如 一位在职业生涯中遭遇重大变故的人 可能会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选择和生活目标 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追求 并不能真正满足内心的需求 从而决定转行或开始新的事业 这种转变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新的生活方向 还能够激发他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这些深刻的个人挑战不仅是困难的经历 更是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机会 通过面对和克服这些挑战 我们能够发现内在的潜能 并唤醒沉睡的灵性力量 例如 许多经历过重大挑战的人报告说 他们在这些经历中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强大力量 并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困难 创意和艺术活动是一种强大的内在灵性力量的源泉 无论是绘画 音乐创作还是写作 这些创意活动都能够帮助我们进入一种心流状态 这种状态下 我们常常感觉到与宇宙的深度连接 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内在力量和满足感 在创作过程中 艺术家们经常会进入一种沉浸式的创作状态 这种状态被称为心流 在这种状态下 时间似乎变得不再重要 创作者完全专注于当下的创作活动 内心充满了平静和愉悦 这种深度的专注和沉浸感 能够帮助我们唤醒内在的灵性力量 并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和灵性觉醒 例如 许多画家在创作时会进入一种类似冥想的状态 这种状态能够让他们释放内在的创造力 并唤醒内在的灵性力量 一位画家描述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感受 他说 每当我拿起画笔 我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里充满了色彩和灵感 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无比的平静和快乐 这种创作过程不仅让他创作出许多美丽的画作 还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音乐创作也是唤醒灵性力量的一种有效方式 许多音乐家报告说 他们在创作音乐时常常会感受到一种灵感的涌动 这种灵感来自于内心深处或是更高的灵性源头 一位音乐家描述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感受 他说 在我创作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 这种力量让我能够创作出如此宏伟的音乐 这种创作过程不仅能够激发他的音乐才华 还能够让他感受到深深的内在平静和满足 写作也是一种强大的灵性实践 通过写作我们能够探索内心的思想和情感 并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 这种表达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内在的压力 并唤醒内在的灵性力量 一位作家描述了他在写作过程中的感受 他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灵性的修行 通过写作 我能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 这种写作过程不仅让他创作出许多经典作品 还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创意和艺术活动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创造力 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内在的平静和满足 例如 许多参与艺术创作的人报告说 他们在创作过程中 常常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种感觉能够让他们找到内心的平静 并激发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些创意和艺术活动能够帮助我们进入深度的灵性状态 并唤醒内在的灵性力量 例如 一位业余画家描述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感受 他说 每当我拿起画笔 我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里充满了色彩和灵感 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无比的平静和快乐 这种创作过程不仅让他创作出许多美丽的画作 还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自发的灵性体验常常能够唤醒内在沉睡的力量 这些体验往往出现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这些瞬间的灵性体验能够带来深刻的内在转变 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并激发内在的灵性力量 自发的灵性体验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 例如在日常的散步中 突然感受到极大的平静和喜悦 或者在与朋友的深度对话中 突然明白了某些生命的真理 这些瞬间的体验常常来自于一种深层次的内在连接 当我们完全放松 并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开放时 灵性体验常常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例如 有些人在观赏日落或聆听咬鸣时 会突然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平静和幸福感 这种经历让他们明白了生命的美好 并唤醒了内在的灵性力量 一位摄影师描述了他在拍摄自然景观时的感受 他说 每当我站在大自然的面前 观赏着日落或是聆听鸣的歌唱 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平静和幸福感 这种感觉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美好 并激发了我内在的灵性力量 与朋友的深度对话 也是一种常见的自发灵性体验 在这些对话中 我们能够深入探讨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这种交流过程能够激发我们的灵性思考 并唤醒内在的力量 例如 一位心理学家描述了他与朋友的一次深度对话 这次对话让他明白了很多以前未曾理解的生命真理 他说 那次对话让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和明白 这种感觉让我更加了解自己 并唤醒了我内在的灵性力量 自发的灵性体验还可以发生在我们进行日常活动时 例如在烹饪 圆液或运动时 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常常会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 这种状态能够让我们完全专注于当下 并从中获得内在的平静和满足 例如 一位厨师描述了他在烹饪过程中的感受 他说 每当我在厨房里忙碌时 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和平静 这种感觉让我明白了生活的美好 并唤醒了我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些自发的灵性体验 不仅能够带来深刻的内在转变 还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例如 许多人报告说 他们在这些体验中 常常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这种感觉能够让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 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旅行 尤其是独自旅行 常常被认为是 唤醒内在灵性力量的一个强大方式 为什么旅行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或许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中 我们被迫离开舒适去 这使得我们更容易进行内在的反思和探索 每一次旅行 无论是距遥远的国度 还是近在咫尺的山间小路 都能够成为我们灵性觉醒的催化剂 想象一下 站在宏伟的山巅 俯瞰下面的一切 你会不会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并由此思考生命的意义 在旅行中 我们常常面对壮丽的自然景观 这些景观不仅震撼人心 还能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思考 自然的美丽和浩瀚 常常让我们感受到与宇宙的连接 这种连接感能够唤醒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旅行中的独处时刻 也是灵性觉醒的重要时刻 独自旅行时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来进行内省和自我对话 这种独处时刻 让我们得以反思过去 审视当下并规划未来 一位旅行者曾经说过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漫步时 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清晰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并找到了内心的力量此外 旅行中的挑战和困难 也能够激发我们的内在力量 当我们身处陌生的环境 面对语言障碍 交通问题或其他突发状况时 我们需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挑战不仅锻炼了 我们的解决问题能力 还让我们更加坚定和自信 你是否曾经在旅行中 遇到过这样的困难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克服 这些经历往往成为我们内在力量的重要来源 旅行中的人际互动也是灵性觉醒的一部分 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交流 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更加理解和包容他人 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让我们认识到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 内心的需求和渴望其实是相似的 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些交流中 学到新的生活智慧 并从中汲取灵性力量 在旅行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一些灵性的场所 这些场所往往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例如参观一座古老的寺庙或教堂 感受那里的宁静和庄严 这些体验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灵性力量 你是否曾经在这样的场所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和力量 当然旅行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 更是对内在世界的探索 在旅行中我们得以脱离日常的繁忙和压力 进行深度的自我反思和内在探索 这种探索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渴望 并找到内在的平静和力量 心灵深度疗愈经历是一种释放内在沉睡力量的重要途径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或许有些创伤和痛苦被深埋在心灵深处 影响住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灵性成长 这些深层的创伤需要被疗愈 才能让我们宠获内在的平静和力量 你是否曾经觉得某些未解决的情感创伤正在拖累你 让你无法前进 这正是心灵深度疗愈的重要性所在 通过疗愈 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创伤 并从中释放出被压抑的能量 这些能量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内在力量 帮助我们实现灵性觉醒 心灵深度疗愈的过程往往从心理治疗开始 与专业治疗师的深入对话 让我们能够揭开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恐惧 重新面对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无助和绝望的经历 心理治疗师会引导我们进行深层次的自我反思 帮助我们理解并释放这些情感创伤 你是否曾经在心理治疗中感受到解脱 并发现了内在的力量 催眠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疗愈方法 通过进入深度放松的催眠状态 我们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 进行疗愈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能够重温过去的创伤事件 并学会如何释放这些情感 一位接受催眠治疗的人描述到 在催眠状态下 我重新回到了童年时期 面对那些一直困扰我的创伤 并最终学会了如何释放这些痛苦 重获内心的平静 这种经历是否让你感受到内在的重生 创伤疗愈专门针对过去的情感创伤 让我们能够重新面对这些伤痛 并找到疗愈的方法 创伤可能是来自童年的阴影 成年后的重大挫折 或是生活中的种种压力 创伤疗愈过程中 我们不仅重新面对这些创伤 还学会了如何转化这些创伤 为内在的力量和智慧 你是否曾经在创伤疗愈过程中 找到了解脱 并发现了内在的力量 这些心灵深度疗愈经历 不仅帮助我们释放过去的创伤 还让我们重新连接到 内在的灵性力量 许多人在疗愈过程中报告 他们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 幸福感和满足感 这种感觉让他们在面对 生活挑战时 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你是否曾经在疗愈过程中 找到内在的力量 并感受到一种新的瓶颈和满足 心灵深度疗愈经历 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我们得以探索内心深处的 思想和情感 并学会如何更好地 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这种内在的探索和疗愈 让我们更加了解 自己的需求和渴望 并找到内在的瓶颈和力量 这种过程是否让你 重新认识了自己 并发现了内在的力量 参与社会和社区服务 是一种强大的 内在灵性力量的源泉 你是否曾经感受到 帮助他人能够带来 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种经历不仅能够提升 我们的自我价值感 还能够激发 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社会和社区服务的形式 多种多样 包括参加志愿者活动 帮助弱势群体 参与慈善组织的工作等等 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我们 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内在的满足和幸福 例如 一位志愿者描述了 他在社区清洁活动中的感受 他说 每当我参加社区清洁活动时 我都会感受到一种 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种感觉让我明白了 帮助他人的重要性 并激发了我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种经历不仅能够让他 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还能够让他找到 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帮助弱势群体 也是一种强大的灵性事件 例如 当我们帮助无家可归者 老人或儿童时 我们能够体验到 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种帮助他人的行为 让我们感受到 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并激发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你是否曾经在帮助他人时 感受到这种满足和幸福 参与慈善组织的工作 也是一种强大的灵性事件 这些组织通常致力于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通过参与这些工作 我们能够感受到 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例如 一位参与慈善工作的志愿者 描述了他的经历 他说 每当我参与慈善组织的工作时 我都会感受到 一种深层次的幸福感 这种感觉让我明白了 帮助他人的重要性 并激发了我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种经历 是否让你感受到 内在的瓶颈和力量 这些社会和社区服务的经历 不仅能够让我们 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内在的满足和幸福 通过帮助他人 我们能够发现 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并从中获得 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种经历 是否让你重新认识了 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梦境常常被视为 通往内在世界的窗口 你是否曾经在梦中 感受到一些深刻的启示 或是经历了一些 特别的灵性体验 这些梦境经历 往往能够唤醒 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让我们更加了解 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梦境中的灵性体验 有时会带来 深刻的内在转变 例如 一些人报告说 他们在梦中 遇见了已故的亲人 这种经历 让他们重新感受到 爱和连接 这些梦境 不仅让他们 感受到深深的安慰 还激发了他们 内在的灵性力量 你是否曾经在梦中 遇见过这样的灵性体验 并从中获得了 启示和力量 内在探索 是唤醒灵性力量的 另一种方式 通过冥想 反思和自我对话 我们能够深入 探索内心深处的 思想和情感 并从中发现 新的智慧和力量 例如 一位冥想修行者 描述了他的经历 他说 每当我静坐冥想时 我会进入一个内在的世界 这个世界 让我能够看到 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并从中获得深刻的 灵性歧视 这种内在探索 是否让你发现了 新的自己 梦境分析 是一种探索 内心世界的有力工具 通过记录和分析梦境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 自己内心深处的 想法和情感 这些梦境 往往揭示了 我们平时无法意识到的 内在需求和渴望 例如 一位梦境分析师 描述了他的工作 他说 在分析梦境的过程中 我发现许多客户的梦境 都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 恐惧和希望 这些梦境能够帮助 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并找到内在的平静和力量 你是否也有兴趣 通过梦境分析 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此外 梦境还能够提供 解决问题的灵感和创意 许多人报告说 他们在梦中得到了 创作的灵感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如 一位作家描述了他的经历 他说 有一次 我在梦中看到了 整个故事的情节 这让我在醒来后 立即开始写作 并创作出了一部 非常成功的小说 这种梦境 是否也曾给你带来过 灵感和创意 亲密关系 特别是深爱的关系 是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源泉 你是否曾经发现在亲密关系中 我们往往会面对 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这些挑战同时 也让我们有机会 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和灵性成长 在亲密关系中 我们需要学会 如何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连接 并从中学到 无条件的爱和接受 这种连接 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也让我们能够 更好地接纳和爱护他人 例如 一位心理学家描述了 他在婚姻中的成长 他说 在婚姻中 我学会了如何包容和理解伴侣 这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让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你是否也在亲密关系中 学到了无条件的爱和接受 亲密关系中的困难和挑战 往往是我们灵性成长的重要机会 当我们面对矛盾和冲突时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 和解决问题 这让我们更加成熟和有智慧 例如 一位伴侣咨询师描述了他的工作 他说 在咨询过程中 我发现许多伴侣的矛盾 其实是灵性成长的奇迹 通过学习如何有效沟通 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 并从中获得灵性成长 你是否也在亲密关系的挑战中 找到了成长的机会 亲密关系 还能够让我们学会 如何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这种情感连接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深深的爱和关怀 并从中获得灵性的满足和力量 例如 一位母亲描述了他与孩子的关系 她说 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 我学会了如何无条件的爱和关怀 这让我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和幸福 这种亲密关系 是否也让你感受到灵性的满足和力量 大自然是一个强大的灵性力量的源泉 你是否曾经在自然中感受到 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和力量 这种经历让我们能够重新连接到 内在的灵性力量 并从中获得深刻的灵性启示 在自然中进行静思和冥想 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聆听咬鸣 感受微风拂面 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当下 并从中获得灵性的启示 例如 一位静思者描述了他在森林中的冥想经历 他说 每当我在森林中静坐冥想时 我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平静和力量 这让我重新连接到了内在的灵性力量 你是否也曾在自然中找到过这样的平静和力量 自然中的美丽景观 常常让我们感受到与宇宙的连接 这种连接感让我们意识到 自己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这种意识能够唤醒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 例如 一位登山者描述了他在山边的感受 他说 当我站在山顶 俯瞰下面的一切 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 这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美好 并激发了我内在的灵性力量 这种自然中的经历 是否让你感受到与宇宙的连接 在自然中进行冥想和静思 还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压力和烦恼 找到内在的平静和力量 当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置身于大自然中 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内心的声音 并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和力量 例如一位冥想者描述了他在海边冥想的经历 他说 每当我在海边静坐冥想时 我都能够释放所有的压力和烦恼 并从中找到内在的平静和力量 你是否也曾在自然中找到过这样的解脱和满足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